这么冲动 坐下来慢慢说 这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不要让人觉得 你这么没家教 到底想说什么 自从上次你逼着宋阳辞职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很敏感的女孩 可你的敏感 有没有察觉到 宋阳的变化 什么变化 她变得自信了 整个人都富有了激情 她就像 一块干涸的海绵 疯狂地吸取着周边的水分 对于这些 你不觉得有危机感吗 我 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啊 我们从小在一起 感情一直很好的 是吗 可是宋阳现在拥有的一切 并不是你这个青梅竹马 能给予她的 反过来说 你的存在 可能会让她失去这一切 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认定 绝对不可能是宋阳的想法 如果不是她主动告诉我 压抑在心里里多年的苦涩 你觉得我会有闲工夫 去揣摩一个不重要的员工吗 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她对我现在是无话不谈 而对你 是越来越少的真话了 你的阅历实在是太浅了 那其实男人你越是不理他 他越追着你像兔子一样 你反过来要追着他 他就会落荒而逃 你的意思是 要我离开宋阳 聪明 你知道 天上不会掉小笔 我凭什么要对一个小打工仔 这么好呢 你无耻 别那么冲动 别那么冲动 坐下来慢慢说 这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不要让人觉得 你这么没家教 我跟宋阳都是单身男女 我跟宋阳都是单身男女 你情我愿 既不违法也不违反道义 哪有什么无耻啊 你别痴心妄想了 宋阳 是不可能背叛我的 你太幼稚了 这只是你的想法 不过我也能理解 早恋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都二十一岁了 已经超过法定结婚年龄了 瞧 还是幼稚了吧 在没有物质基础前谈恋爱 这都算是早恋 无论是男女 你身上的这条裙子 是在夜市上买的吧 你这浑身上下加起来 还抵不上 我这一瓶酒的价钱呢 我穿地摊货怎么了 我年轻 我漂亮 我穿什么都好看 你以为你长着一张漂亮的脸 和你这青春活力的身体 就能把男人拴住一辈子吗 宋阳现在缺的 并不是青春靓丽 他缺的是通往 上层社会的渠道和机会 你别用你这些俗气的歪力来影响 我不吹你这套 俗气 你以为你的清高 就会显得你冰清玉洁吗 就算是你冰清玉洁 宋阳也未必需要 更何况 你也不是那么冰清玉洁 如果你真的冰清玉洁 怎么会在婚前 去为男人堕胎呢 你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是 是宋阳告诉你的 他怎么会告诉我这些 男人是不会记得这些事情的 你还记得三年前 你公外孕大出血 差点死的事吗 在你最危难的时候 给你妹妹两千七百块钱 救了你一命的杨佳 是我的女儿 当然 那个时候 他也是个大学生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 他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给他的 他在外面能做善事 也是源于我的言传身教 要这么说的话 救你一命的人 相当于是我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是该感谢你 还是该恨你 可既然您本性善良 又何必横刀夺爱呢 这是物尽天责 自然淘汰 你知道 宋阳的命挺苦的 自想他父母就走了 他一心想出轮头地 想让自己的爷爷奶奶 过上好的日子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看到门口有一个 卖烤红薯的小伙子了吧 你想想 宋阳是愿意穿着名牌西装 和我坐在这五星级的大酒店里 听着优雅的钢琴 喝着英式下午茶呢 还是愿意跟你登着一辆 除了铃铛不响 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 去卖烤红薯呢 老铃铛咧 老铃铛 只要你离开宋阳 这就算是对你的补偿 你这什么意思呢 张总 你女儿三年前的善举 给予我了帮助还有温暖 在这三年里 我一直在心里 默默地为救助过我的人 祈祷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来这儿干吗 你去见张立远是不是 是 是啊 张总约我过来说 有重要的业务要跟我谈啊 重要业务 你说的重要业务 就是他找我谈判 让我帮你让给他是不是 什么 你们俩太不耻了 不要脸 阿静 你别冲着我来行不行啊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我不知道他来约你谈什么啊 你要相信我 这不是我的意思 好 我相信你 那你现在就是告诉他 你可以不在乎他给你的一切 你现在就可以辞职跟我走 走啊 走 你现在跟他说走啊 阿静 你不敢啊 你小点声 你先冷静冷静好不好啊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这心里头 我没有别人 我爱的只有你一个 我不会背叛你的 不过现在我不能离开泳心 因为我刚到了 新的工作岗位上 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这 我从来还没有发现过 我有这么多的潜能 我还没开发你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是要他 还是要我 我当然要你了 好 那你就必须离开泳心 离开张立远 阿静 我是要离开泳心 我已经要离开张立远 但不是现在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给我五年的时间 就五年 五年之后 我离开泳心 到时候咱们结婚 好不好 阿静 你放开我 你这个无耻的东西 你为什么 就不肯等我五年啊 你冷静点好不好 咱们有话好好说嘛 宋雅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从现在去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场 你和我 一刀两断 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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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有定位吗 走开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这么对安静 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吗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要想进入上流社会 首先应要做到 自己的言谈举止 你不应该刚才问我这个问题 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安静为什么这样对你 你又为什么这样对安静呢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听不明白 不 你明白 自从安静逼你向我辞职 这种行为证明的不是他多在乎你 而是证明他多虚荣 他和你一样都渴望成功 所以他才背着你去找张明洋 帮他落实工作 他和你一样都已经做出了选择 只不过是你在他的前面 所以他就把分手的责任推向了你 不 不是这样的 你可能不太了解 安静不是这样的人 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你先别急着否认 人要是承认自己的自私 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我相信 你有这个勇气和智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真的爱一个女人 就要给他一条生路 如果你真的爱安静 你将来可以把他赢回来 但必须先要成功 最起码要比张明洋成功 而我 会是帮助你成功的最佳人选 俊阳你慢点 小心 你 你说 他为什么不理你 你 我 他把所有的责任 就像你说的 他全部推到我身上 是是是 上车了 是 张明洋 还有什么 快 上车 为什么 慢点慢点 为什么 小心脚 为什么他就不理你 我 为什么 他怎么做 什么 慢点 轻 人生在世就是不断地选择 有失就有德 如果你真的想哭 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可是哭完了 过去的一切都要放下 要开始重新生活 你将来会发现 新的事